据央视新闻报道 截至19号中午的11点 黎巴嫩多地巡呼机和对讲机爆炸事件 已经造成32人死亡 数千人受伤 引起国际社会强烈担忧 据路透社18号报道 西方安全部门消息人士认为 以色列国防军一支秘密网络战部队 巴尔00部队参与策划了爆炸事件 截至目前 以色列没有正面回应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 当地时间18号下午 黎巴嫩首都贝鲁特 东部贝卡古地及南部多地 再次发生无线通讯社被爆炸事件 黎巴嫩公共卫生部 公共卫生紧急行动中心发表声明说 新一轮爆炸目前已造成20人死亡 超过450人受伤 多家媒体报道说 本次发生爆炸的主体是对讲机 黎巴嫩国家通讯社表示 在东部和南部也发生了巡呼气爆炸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18号就黎巴嫩无线通讯设备 爆炸事件发表讲话称 这一事件为后续的更大规模军事行动 带来了可能 将导致黎巴嫩局势有升级风险 据法新社报道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 当天发表声明 对以色列制造新一轮通讯设备爆炸事件 表示强烈谴责 而此前一天 黎巴嫩多地在17号发生巡呼设备爆炸事件 导致十多人死亡 数千人受伤 引发伊朗 俄罗斯等多方谴责 关于在黎巴嫩发生的 大规模通讯设备爆炸事件 当地时间19号 日本艾克木公司发表声明称 已经注意到媒体 关于黎巴嫩多地发生爆炸的 ICV82型对讲机带有该公司标识的报道 但该公司目前无法确认 这些对讲机是否有其发货 公司曾于2004年至2014年10月间 生产该型号对讲机并出口到中东本地 随后就停产且不再发货 主机运行所需的电池也已停产 并且没有贴上用于区分假冒产品的标识 因此无法确认相关产品是否由该公司发货 安全消息人士称 黎巴嫩真主党在大约五个月前 购买的这些对讲机 与购买寻呼机的时间大致相同 有分析认为 以色列方面可能通过拦截供应链 在寻呼机中加入了爆炸物 而美国纽约时报18号在报道中披露更多细节 称多名军方和情报官员指认 以色列是世界幕后黑手 他们在很早以前就开始酝酿这一计划 被指制造在本次事件中爆炸的巡呼机公司BAC 就是以色列成立的空壳公司之一 假冒国际巡呼机生产商 该媒体形容称 爆炸巡呼机是以色列制造的现代特洛伊木马 此外 还有消息人士称 以色列国防军秘密网络战部队8200部队 参与了针对黎巴嫩真主党军事行动的策划阶段 主要负责测试在无线设备中加入爆炸物的技术 目前 以色列军方仍为正面回应 黎巴嫩多地发生的巡呼机和对讲机爆炸事件 黎巴嫩真主党方面表示 以色列应对爆炸事件负责 以色列将受到公正的惩罚 近日 黎巴嫩多地通信设备先后爆炸 为何巡呼机这种已经过时的产品 会在中东广泛流行 这些巡呼机对讲机又是如何被引爆的 我们来听听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 他的观察 好的 我们说巡呼机也叫BP机 主要是接收无线电信号的 可以说是一个接收机 它不主动的发送信号和图像 第二点就是它的这种功能比较的单一 还有就是它的造价价格比较低廉 对它的保障设施 比如说就是基站 发射的基站支撑 也是技术要求含量比较低 正是因为这些原因 所以它仍然在中东的很多国家 在继续使用 但是在军事上 就是有一些组织 它在使用巡呼机 主要是为了不暴露自己的位置 这个不向外传送相关的图像 更有利于保密 所以在有些地方 就是还仍然使用BP机 或者巡呼机 它是有这样一个意图在里面 那么为什么说巡呼机 这样的一个小小的通信设施 会发生爆炸呢 从技术原因分析和判断 以及现场的一些情况来判断 可能主要有两种原因 一种就是有人在这批产品里面 就是这个巡呼机 是专门卖到黎巴嫩地区的 那在这个产品中呢 加装了就是微量的爆炸物品 比如说这个炸弹炸药 这样的物品 当然它是涂在 据说是涂在保板上的 所以你给它输送一个信息 或者是这个引爆的 这个信息之后呢 它可以发生这个爆炸 那么这个呢 是一种猜测或者是推测 还有一点呢 就是这个里面没有装爆炸物 它是用这个巡呼机里面 自身的设备 比如说电池 然后给它输送错误的信息 让它超负荷的工作 那么就产生过热 然后引发爆炸 当然它可以在制造这个电池的时候 有意把这个电池不过关 咱们讲不合格产品吧 但是呢 你再让它超负荷的工作 然后呢 引发了爆炸 这也是一种爆炸的这个原因 或者方式 就目前而言呢 还没有啊 就确定它最终这个 到底是爆炸物 还是用原有的设备 总之 它基本上可以判断 是人为操作的 那有很多的用户啊 都担心的 那我们现在平时 使用的这些手机呀 熏呼机呀 或者一些电器呀 会不会也被人家 这个攻击 或者是发生爆炸的 一般而言 就是如果 不在这些电器里边 恶意的加装爆炸物啊 这完全是属于一个 就是恐怖行为 或者是害人的行为 犯罪的行为了啊 如果不加装这些东西 那这个正常的使用 是不会发生这样的爆炸的 好的 谢谢曹伟东先生的分享 接下来我们来请教 在北京演播室的 时事评论员苏小辉女士 黎巴嫩连续两天发生 大规模的通讯设备爆炸事件 引发各界的关注 那斯诺登在X平台上发文 警告这是一次恐怖的先例 对此您做何观察呢 其实从斯诺登发出的警告当中 可以看出国际社会 对这一事件的性质 以及后续影响的关注 很多人都认为 利用通讯设备来发动攻击 可能会对全球安全 产生深远的影响 首先大家关注 黎巴嫩此次通讯设备 发生爆炸事件 从性质上来说 是针对黎巴嫩珍珠党的 一次袭击 以色列方面没有认领 但各方都指向以色列 认为这是以色列 经过长期准备 进行的一次打击行动 但是从行动的性质当中来看 尽管是针对 黎巴嫩珍珠党的人员 但是在通讯设备爆炸之时 很可能涉及到周边的平民 造成大量的平民伤亡 所以国际社会 包括联合国也在关注到的是 这样的一种袭击行动 如何来定性 是否可以定性为 纯粹的军事打击行动 还是会造成更多的 负面的影响 甚至被定义为恐袭 现在仍在观察当中 而另外一方面 涉及到电子设备 通讯设备的安全问题 在此前 在多年之前 就已经有人提出 如果利用电子设备 发动攻击的话 是防不胜防的 而这一次 斯诺登再次发出警告信号 可以看到 在这个电子设备 生产过程当中 涉及到多个环节 很多国家都会生产 零部件 那么在组装当中 也可能会出现安全的漏洞 所以对于很多国家来说 这个事件的发生 尤其是经过长期的准备 目前仍然在摸牌 这个证据链的问题 都有可能会带来 很多国家会思考 安全问题的后续影响 同样也可能造成 负面的示范效果 也就是说 如果其他的组织 包括恐怖组织 利用这种方式来发动袭击 可能会造成防不胜防 大量的伤亡 所以国际社会 关注这一事件的时候 既关注到的是 当前里里边境 冲突升级的风险 担心中东地区 发生全面战争 而同时从这一次袭击的性质 在定性过程当中 也担心未来世界安全当中 会有更多的不确定性 不同的方式来发动攻击 包括通讯设备 这种日常使用的设备 如果出现安全的风险的话 那么带给世界安全 未来的后续影响 是格外值得关注的 好的 谢谢苏晓慧女士